加油 加油團機動大喊 比李志凱本人還要緊張 因為這一戰是他前進 五環殿堂的最後機會 堅持堅持 加油 戴商上陣展現招牌 湯馬是迴旋 卻沒想到 場邊一陣驚呼感嘆 最拿手安麻項目以失誤收場 僅拿下13.300分 李志凱十六號晚間 在體操雅錦賽個人全能登場 最終總分七十七點五三二 排名第十五 無緣進軍七月份 巴黎奧運 教練林玉信賽後感性發文 透露李志凱過去四年辛苦了 帶著傷痛征戰世界 談著談著就哭了 回去好好養傷 再歸隊永遠支持你 而體育署也回應 巴黎奧運體操項目 有兩席非常規途計名額 其中一席由國際體操總會 進行整體評估後 提供外卡資格 體育署將透過各管道積極爭取 雖然李志凱沒能自立晉級 但臺灣人有兩位好手 挺進巴黎奧運 亞洲貓王唐嘉鴻傷後復出 連續四戰世界盃 三度摘金表現亮眼 搶下奧運單槓門票 體操精靈丁華田 則是因為地補成功 取得平衡目奧運資格 靜新聞十右偉 曾家宣採訪報導 立刻上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